上周没更新是因为某位小姐姐的告别单身怕 然后这时候因为另外一位小姐姐要上班 导致我们这一期的测评又录不来了 作为补偿给你们 看看我们上周拍的照片 准备好了吗 我戒不了你 想戒不了呼吸 很长的距离 我用思念来代替 这寂静心心 浪漫是你 一生的谈你 好了 不废话了 看重片吧 哈喽 大家好 我是Yuki 我是Sandy 我们今天因为某些小姐姐的马大哈 所以导致我们今天的Shake and Crap测评又要推迟一周 我以后再也不要周三不休息了 我的天哪 这个人去纽约玩玩回来 他完全忘记了自己周三下午要上班 然后搞的 因为Shake and Crap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也是下午四点才开门的 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行程有改 然后现在呢我们就去Austin的路上 我们要去探店 就是我们上次说过 不算是探店算是 就是我们说的很想回去 收烤酒 回去测评 我们就 现在我们就是去路上了 真的太好了 我们终于可以堂吃他的糖醋肉 上一次 你要上两期吧 的那个糖醋肉还记得吗 外卖都这么好吃 所以我们今天就要去一趟 他们糖 我们应该也会点一些其他新的东西 对 对 那我们就一会见吧 拜拜 那我们现在就到Austin啦 跟我们小姐妹一起 就去 嗨 嗨 其实Austin还是很多很好吃的韩国餐 像对面有什么明洞啊 有什么Kaju啊 Kaju的那个豆腐汤真的是最爱 对啊 都是最爱的 然后我们现在就到啦 这是这家小小的店 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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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他们的菜单 给你摆送菜一下 我现在也不敢吃他们的食物菜 看着还不错哦 这边就是他们的前菜 不过这个盐 应该是干那个 写肠的 这个应该也是欧生肥 这个是什么 这个 这个应该是我们点的什么东西 他点的 但他前菜应该是这个 对 这些 好香哦 嗯 这个就是我们点的牛肉汤饭 Beef Kupap Kupap 要不要翻一下 翻一下给他看一下 哦 等一下有一些 海带啊 葱啊 不是海带是葱 牛肉汤 它这个只是汤而已 然后饭是这里 这个糖醋 他们在这边serve的时候是 酱料在旁边 感觉好赞哦 忍不住要吃了 他们这边的Beef Kupu 分量好大 嗯 嗯 这个就是我们的拌饭 你这样看是不是感觉好像赛场好 你这么一看你这个碗 哇 谁啦 对真的我们 我们两个就这样 哦 要对比一下 但他闻的就好香 感觉很不错哦 这个就是我们最后一大菜 春节 雪肠 我可以吃一斤 它现在是暖暖的 暖的好吃 看这个酸 嗯 它好吃 比我们大粉加的好吃 它吃出特点 哦 你们俩吃不完所以带来品味的 我愚痕 听到了吗 发崩碎的声音 我觉得他们的Beef Kupu 哇 有点 对 它这个牛肉可以吃就算是真的好的牛肉 抱歉 吃相比较粗俗 因为太好吃了 一直都没有很问题就是 我的眼镜呢 你礼貌吗 我已经连续吃了五块了 而且我丝毫没有腻的感觉 而且这一盘比较贵 而且26块 但我觉得还蛮好吃的 嗯 而且它真的很好吃 酥皮26道不好吃 嗯 刚刚我们点的这些 那个韩国小姐姐还问我们 这里好多东西 你确定你们吃的完吗 好像一副不相信我们三个女的别这么多意 他不相信是对的 因为我们尽量是吃不够 糖醋真的太实惠 我不觉得我们能够玩成这个 我们能够叫他糖醋 他说你这次做半分 还有半分下次来 你再看你做 陈妻做不到 你这个别人打 我觉得这个汤比豆腐三个多一点 比较吃不够 比较吃不够 你会他们家的豆腐汤吗 对啊 对 这倒是真的 我今天没有点到糖醋 也有可能不吃 也不算坦雷了 就是我们比较不喜欢 它那个豆花味特别重的豆腐汤吧 他们的BB飯其实也很酷 有大点那个Color的味道 对 哇 Color吃了好久很久以前了 是我们第一首是韩国汤 14岁 对 我们今天快要吃肉了 我们今天就是才18岁 他觉得外面炸粉粉有点糯糯的 这是糯米粉啊 这是因为他们用的炸粉 他们裹的粉是糯米粉 跟我们正常炸的裹的粉不一样 要不是我们因为要开车 现在要来上去杯酒 我觉得他这家店就是还挺宽的 旁次很舒服 就感觉比较有障碍 不像Authers 大部分的店都做得很拥挤 就是人挤人的那种感觉 他这个店面就非常宽敞 很大 外景太南已经已经拍摄到所有人了 所以我们开拍摄将就一下啪啪 看我们自以为是的 自以为是的 自以为是的 他也吃了挺多 我们也吃挺多 欸 这一碗咧 就可能 就比我头还大的一碗咧 我们总共有点了五道菜 其实吃完了就只有这两个 这三个等于是都吃了一半一半一半 没有 其实这个大部分都只是菜而已 菜都不是肉都是微肉 糖醋肉它是真的多 不是开玩笑 它是真的多 好了 我们现在吃饱饭了 吃饱饭了 去买烟茶 去买奶茶 奶奶奶茶 奶茶 我到了 哦 我们到了 我们到了 有烟茶 咖啥没打 这个就是他们的菜单 买了我们的奶茶 现在就走了 哦哦 你甜了 四杯多满足奶茶 还有这一杯超级超级大的水果茶 感觉跟他人路一样大了 太好喝了 又是我们最爱的院场 对 我们这次又点了空框 白吃不腻 我这次尝一下他们的咖啡 其实他们的咖啡味道好纯哦 我看他们的咖啡机也是老外那种咖啡店 他们用的那种机器好大个 这杯真的是我的新丛 对 叫什么来的 芒果厚乳辣 它草莓厚乳辣 我今天有点了哪一些新的 就是除了糖醋肉跟那个 泡饭 泡饭是新的 哦 其实除了糖醋肉之外 其他都是新的 对 不过鸡也没吃过 没有 孙得也有点过 孙得也有点过 就孙得跟糖醋肉吧 然后他其他三样 那其实说实话 还是没有孙得跟糖醋肉的经验 但是其他三个也都没有台北 我觉得他们家的那个 babybob挺好吃的 就那个拌饭 韩式拌饭 回到了高中时候 对 而且他的料真的是好多 就是那种菇菇啊 还有什么 而且都是很菇菇 蔬菜啊 很新鲜 非常新鲜 他们的酱也蛮好吃 对 他们很酱 第一个不足的就是 他们的那种小菜可能没有很好吃 对 小菜 就小菜没有其他 对 没有其他店 像我们去咖住什么之类的 他们的小菜都还蛮好吃的 而且可以refill 也可以refill 我们都没有吃完 因为都没有说 因为他们家的Kimchi肯定是自己做的 我觉得味道没有说很够 就是可能是刚腌的吗 还是怎样 然后今天孙得的韭菜呢 他们也说是没什么味道 不像上次的那个味道那么重 所以我assume他们是 应该是就是新腌的 所以还不够太入味 但他们今天的孙得比我们外卖带回来的好吃 对 因为他是暖暖的热热的 然后就Q汤Q汤 我觉得特别好吃 虽然也没吃完 但是他其实看起来很多 因为他看起来好像其实就三条 但其实你一直吃他 其实感觉一直在吃 怎么感觉都吃不完 然后他其实蛮 因为他里面是整吃来的 所以是还蛮饱腹的 就是去趁一个味容量来说的话 不想浪费 不想带回家的话 最好还是少一点一点 事实证明我们确实是吃不完啦 但是我们也没有浪费掉 然后就打包回家下午再吃 因为孙得 就是这种东西不是到处都有 然后点一份又还蛮贵的 就尽量不要浪费就是 它蛮有小份的 它们最大就是26刀 那么大 对 但其实我觉得新价比来说还是不错 因为它是真的好吃 好吃的东西再贵也没有关系 对好吃重要 那也不评分啦 反正我们今天也评过分了 我们这次回来又来回购了 来让你们知道这家店的糖醋肉 跟这个有多好吃 糖醋肉真的糖吃会比较好吃 对 但真的好 开心开心开心 那希望我们下周能够成功的 录到Shake and Crab 以后再也不周深 我学习了 那好吧 那我们就下期见吧 点赞 订阅 加关注喔 掰掰